大家好,想跟大家說說香港不封城的強檢其實是有風險的 另外也想說說有諾貝爾獎得主說特朗普是傻瓜,中國人徹底贏了他 為什麼拜登總統還要學他呢? 北京通過後,中美就繼續打打談談 中國很有信心在這些政治吵鬧的背後 中國沿著他自己設定的道路前進就會一路超越美國 而美國對中國就做了很多無謂的事搬石頭去扔自己的腳 我昨天都說過英國學者羅斯爾說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結果被中國打到3比0輸了 你可以說這只是英國人的分析而已 那我又說說一個美國重量級學者的分析 他就是諾貝爾經濟學長得主紐約史納大學教授保羅克勒格曼 他發表文章說拜登還不知道嗎?中國人已經徹底贏了特朗普了 克勒格曼是這樣分析的 你還記不記得特朗普向中國發動貿易戰呢? 當然,豈料發生這麼多事情 你完全不記得這件事都呈有可原的 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和他打算通過推化一場公平的選舉 來維持他自己的總統地位相比似乎不值一體 即使特朗普執政期間實行那些政策裏面 貿易戰亦都遠不及他對新冠疫情的否認這麼重要 亦都遠不如他的減稅政策或者對醫療保健的破壞影響力這麼廣泛 但他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是一種獨一無二的 是特朗普式的 特朗普的其他政策是標準共和黨式的 不過國和黨裡面的其他人並沒有像他一樣 那麼擔心美國的貿易逆差 實際上如果不是美國法律 富裔總統制定關稅的巨大自由決定權 特朗普可能在貿易方面什麼都做不到的 因為他的建議是過不了國會的 特朗普說只有特朗普個人是非常重視貿易差的問題 他總是鼓吹他達成所謂歷史性的貿易協定 根據這個協定 中國同意在2021年年底之前 再購買20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和服務 比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查德·伯恩 從一開始就是這場貿易戰的重要人物 現在他對這份協議也有了最後的定論 他說這個協議完全失效了 中華氣協定裡面承諾購買額外2000億美元的商品和服務 結果一個都沒有買 到這裡我自己附加一個註腳 因為疫情影響了美國的生產和物流 美國貨生產不到 生產出來也都運不到去中國 特朗普說結論是特朗普是一個傻瓜 中國人在他發動的貿易戰裡面徹底贏了他 但是如果你想對這場貿易戰做一些事後分析 那麼特朗普和外國領導人打交到時出現的慘況 實際上只是貿易戰失敗的其中一部分原因 更重要的是自疫情爆發以來 美國在貿易上所遭受的衝擊 令特朗普的貿易理念看起來 比他在任的時候更加愚蠢 特朗普和他挑選的貿易助手 貿易沙皇納瓦羅都認為 在這個世界上 國際貿易就是一場零磨遊戲 如果其他國家從美國買了東西 他們就贏了 如果他們買了外國製造的東西 他們就輸了 特朗普真的很會選人 納瓦羅和特朗普政府的商務部長羅斯 在2016年總統競選期間 發表的一份政策檔案當中 明確表示了這一點 貿易逆差和美國經濟的增長 是一一對應的 美國在進口商品上 花費的每一美元 都會令美國的國內生產總值 減少一美元 韓國曼說 經濟學家都對這種 操作的重商主義 嗤之以鼻 因為它完全忽視了 進口能夠令美國變得更加富有 因為他們從國外購買部分商品的唯一原因 就是這些商品比國內生產同種的貨物 更加便宜和更加好 在現代世界經濟當中尤其是這樣 在現今參與國際貿易中 很多產品都是中間產品 比如生產中使用的零部件等等 事實證明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 嚴重地影響了美國入口零部件 因此 關稅提高了美國生產的成本 而且根據差不多所有的估計資料來看 它還減少了製造業的就業機會 但是 重商主義並不是總是一派胡遠 有些時候都會渗窄一些真理 在某種情況下 即是當經濟因為需求不足而蕭條的時候 那個時候還可以大量入口 出現貿易逆測 那的確會減少本國的產量和就業 那麼那個時候 縮小每日逆測的行為 就可以作為一種刺激經濟的方法 這個就是 黑露格曼 為什麼在2010年 當金融海嘯之後 美國需求不足成為美國經濟首要制約因素的時候 它也曾經呼籲美國 向中國施加強大壓力 來停止中國對人民幣的低估 但是需求不足不是美國現在的情況 相反 美國目前生活是一個供給不足的世界 特別是一個國內工廠還未能夠滿足消費者所需要的世界 而供給相對不足正是通脹飆升的原因 他們跨入這個局面之後 美國貿易逆測就急劇增加了 那麼他們應該怎麼看這次貿易逆測的暴增呢 如果美國不穩可以看到產品進口 是不是會更加富裕更加幸福呢 黑露格曼就說了 担安顯然是一個大大的否定 正如許多經濟學家所指出一樣 新冠疫情已經令那些害怕緊距離社交接觸的消費者 從購買服務轉向購買商品 比起圖表裡面服務的那條紅線 人民在新冠疫情之後買了更加多的實體貨物 即是圖表裡面的藍線 進口量激增是因為很多國內的消費者 想要的商品都是由國外生產的 而美國沒有能力在本土生產這些商品 至少短時間之內不可以做到 而且即使國內產品可以滿足美國人的需求 特朗普關稅政策的慘敗從側面證明 這些美國生產的產品 往往需要從外國進口中間的零部件 因此如果他們試圖阻止 當日和新冠疫情有關的進口量激增 美國並不會得到更加多的就業機會 只會有更加嚴重的短缺 甚至有更高的通貨膨脹 實際上有些經濟學家已經敦促拜登政府 免除特朗普政府設定的關稅來阻止通脹 而拜登確實可以在沒有國會批准的情況下這樣做 但是在革命說 不幸的是很容易看到減中國貨的關稅 會帶來政治上和策略上的問題 無論他聽起來多合理都好 特朗普在中國人眼裡可能是一個傻瓜 但是民主黨政府的任何行動 只要可能被視為給中國禮物 都會招離共和黨的抨擊 即使繼續特朗普的關稅政策 對美國的傷害是大於對中國政府的傷害 柳格文說 他將今晚這篇時評 稱為對特朗普發動的貿易戰的回顧 但事實上貿易戰並沒有結束 特朗普的貿易政策是愚蠢的 而且代價高昂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起來都是 但是想令任何一個總統挽回損失 改變政策恐怕需要很長的時間 看見特朗普的評論 他講貿易講得相當透徹 可以有幾點總結 第一,特朗普作為美國精英中的精英 看著政府做著違反經濟常識的事情 又阻止不了,真是十分無奈 第二,他支持拜登政府 但是拜登政府因為政治問題 也都不能夠減中國貨的關稅 就更加無奈了 第三,他看著特朗普是一個傻瓜 在貿易戰中被中國人徹底贏了他 而拜登又繼續做傻瓜 那是不是反映了美國的政治制度有問題 明知有錯的事情 只要政治正確就扭轉不了呢 第四,中國跟這樣的美國競爭 豈不是好著數 另外,講講香港的抗疫 二月有一天,又有一個十一個月大的染疫嬰兒離世 早一天清零就可以拯救更多生命 在中央的支持下,香港可以怎樣抗疫 怎樣清零呢? 第一,是目標 應該設定最遲於五月一日清明 政府宣布將特首選舉咬到五月八日 五月八日要選特首了 七月一日是回歸25周年 習近平主席來香港主禮的慶典 如果五一還未清零 豈不是會影響大局 所以,定出五月八日選舉 也等於定出清零的時間底線了 以香港現在的疫情計 直逼2020年1月湖北武漢大爆疫 當日武漢從1月23日封城 中間進行多倫疫檢測 到4月7日確訊清零解封 經過了76日 由於當時新冠病毒的殺傷力大 對疫情的認識也都少 所以就特別審慎 去年底西安爆疫 就只是封城檢測32日 香港如果在3月中展開全民檢測 用一個半月的時間 可不可以達到清零的目標呢? 第二,方法 我們對付最嚴重的疫情 有一整套應對的方法 先要快速改建 收輕症的方艙醫院 和興建收重症的火神山式臨時醫院 然後就進行多倫全民檢測 並賦予全城封鎖 阻止人口流動 想像一下 內地封城 令九成幾人呆在家裡 病毒傳播的機會自然大減 然後內地的檢測 相信也有九成幾人口參與 就將潛在大病毒的人 不斷找出來隔離醫治 就連武漢當日如此失控的疫情 也可以在兩個半月之內 硬生生把圍堵消滅 香港如果能夠抄足內地的做法 估計有可能在全民檢測之後 一個月內清零 如果抄不足 就要看一下漏洞有多大了 第三,風險 可以分兩部分來說 A,全民檢測太慢 參與人數太少 之前全民 特區政府繼續做強檢的版本是 七日做了一輪檢測 這樣檢測進度太慢 內地規定 五百萬以下人口的城市 兩天完成一次全市檢測 五百萬以上的 就三天內完成 香港要做到三天內完成全民檢測 效果就會更好 另外,內地檢測有九十幾%人參加 香港可能只有八十%左右的人參加 走漏二十個%斷尾就更加難了 B,不封城效果更大打折扣 疫情爆發之初 染疫者人數比較少 不封城強檢還有機會清零 但是香港爆疫到如今的階段 假設一個百分之的人口染了疫 即是大約七萬人 八十百分之的人參加了強檢 二十個百分之的人沒有去檢測 如果不封城就等於五十個百分之的人口流動 換言之 即是做完第一輪強檢 仍然有七千個染疫者 在街上行走破毒 破毒者的數量太多了 做四輪強檢也不容易清零 這樣做保險系數太低 最後還要說幾句 內地和香港的標準不同 香港不封城做完幾輪強檢 未能清零 到時一天還有幾十宗確診 特區高層可能已經覺得很成功 相信拖多拖到七八月嚴下 疫情會慢慢消散 大家現在看法就不同了 既擔心你救病復發 疫情死不斷氣 令七日慶典變數太多 萬一要二師深圳搞慶祝 就變成笑話了 結論還是香港的上方設法 去消滅這些風險